我們來到這裏 我都不知是哪裏 剛才問他 他會說是走到爐口吃的 我正在走到爐口吃 檳城這裏的店 很多 仍是很Heritage 即是很有文化色彩的 舊招牌 舊建築 這是隱世豬腸粉 有上報紙的 這裏有些高點 今天是拜天公 所以他們有些特別的東西 寫著吉祥的東西 老婆說這裏很有趣 這裏剛剛問我老婆 這裏就是她從小到大來的一個街市 他們叫吉寧街市 即是印度的街市 也有些印度人 但又不是很印度 我們來這裏吃 可以說是陳找他們 即我老婆 分成人成長的味道 這裏就是很地道的食物 所以我老婆一回來 她想叫涼水 就跟那個 叔叔說 有什麼涼水 然後小弟說 她說 靈爹 這樣說 所以這裏是說福建話 這裏叫靈爹 然後吉隆坡 就叫涼水 我看到這裏叫白豆扣汁 這裏叫做白豆扣汁 這裏就是這樣打開 然後有個炒麵 在裏面 米粉麵 這裏是煮咖喱麵 BANXING也是有名的白咖喱麵 他們有出過一個 裸獎的白咖喱公仔麵 現在很多超級市場都可以賣 這碗是檳城的白咖哩麵 我決定要一個白咖哩麵 一碗小的 謝謝 可以拍你嗎? 可以拍你嗎? 這碗是厲害的 我最喜歡的是絲坎 因為白咖哩麵很喜歡加新鮮絲坎 很快 很厲害 厲害 豬紅 豆波 有魚母 有 這個湯底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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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式的酪醬香 很厲害 很厲害 哈哈 哈哈 這碗就是白咖哩麵 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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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碗白咖哩麵 我們還追加少許燒肉 很漂亮 半肥瘦 很香 這些就是我老婆家中喜歡的味道 你打包了什麼? 我打包了什麼? 看看是怎樣的 中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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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的食材 每樣都是小小的 很好 很漂亮 有葉子 有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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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辣 沒有辣 我老婆在吉隆坡 經常提起很想念的 蘿蔔糕 好 先吃東西吧 這就是西式小童的早餐 我老婆有追加雲吞麵 這個雲吞麵 剛剛點了 吃到我身水身寒 咖哩麵 有辣椒 很重 剛才我老婆也說了一個故事 她去買蘿蔔糕的時候 她說 她沒有散紙 跟她說 不好意思 她用福建話 和語氣 跟她說的 她都覺得很懷念 所以每個人都有一種 懷念 我一直說她看著我 一種懷念的回憶 我小時候都有 在香港 我很想念 我中學的時候 一個餐廳的豬皮魚蛋 然後放一個辣椒醬 但是那個味道已經失去了 其實我那個 後來回到我中學 發現她 那個人沒有做 所以那個味道是找不到的 我記得我在美國的時候 最想念的東西 就是茶餐廳 這件事 來到馬來西亞 我都有一個 茶餐廳的情義結 所以偶爾都會 金嘉利 旺角茶餐廳 去吃一下 港式茶餐廳的食物 可以說 為什麼這麼多 香港人想轉來這裡 因為那個 語言會通 和食物方面 你可以找回香港的味道之餘 再加多一種馬來西亞的地道味道 今天這個 功夫很厲害的 白咖喱麵 而且她們很熱情 我去拍攝 她們好像想表演給你看 賓成對於我來說 也是一個回憶 當初我追求我老婆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 沒多久 她又看著我 戳著嘴巴在笑 當初和她 第一次回來 也是過年 就算Facebook 偶爾也彈出來 我昨天才告訴大家 我找回我們 初初拍拖回來的一間cafe 因為來到 檳城 就是另一個自己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經驗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生存 都是有一個不同的自己 檳城也是 有一個不同的我 因為我來到 有一點點 跟著一個 老婆 就是我老婆 到處去感受她的回憶 之前我帶過她去美國 或者去回香港 我其實都是 算是兩個人相處 磨合的時候 我都很想讓她知道我的文化 我們跟她一起去旅行 去美國 日本 還有第一次大家去台灣 有很多一起建造的回憶 檳城是其中一站 我跟她的一個回憶 突然有些感受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她一起去 我們 各位 我們 拜拜 拜拜 我們 我們一起去 旅行 旅行 途中 來… 旅行 旅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